在美國上市後 滴滴出行到美國上市後 立即受到中共官方打壓 他的網約車服務APP 被逼下架整肅改革 隨後有海外傳媒爆出 新浪微博正暗中尋求私有化退市的消息 導致微博股價開始前直線拉高 雖然微博公司在稍後時間 對外否認了相關的說法 但海外輿論依然認為 出現這樣的傳言 並非是空月來風 路透社7月6日報導 有多位消息人士向該媒體披露 新浪微博董事長 微博最大股東曹國偉 正在與一間總部位於上海的 國有企業合談合作 計劃組建財團推動微博私有化 以便令微博由美國納斯達克退市 雖然微博公司在北京時間7月6日晚上 發表聲明說 有關公司私有化的傳言不實 但在上述消息 已經促使微博股價在紐約股市開市前 直線拉高上升 升幅一度逼近50% 然後又迅速插水 上演了一場過山車遊戲 截至北京時間7日上午8點 微博股價升幅收窄至6.32% 外界注意到在新浪微博被傳暗中推動私有化 並且將會由美國退市前 剛到美國上市的約網車服務公司滴滴出行 正面臨著遭受內外夾攻的危險局面 海外有輿論認為 雖然微博公司否認了有關該公司 正在暗中尋求私有化的消息 但是在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金服上市受阻 滴滴上市後 被中共當局審查打壓的背景下 出現前面所說的傳言 並非空越來風 自由亞洲電台日前引述美國民間機構 信息與戰略研究所 經濟學者李恒青的觀點表示 大科技公司選擇私有化 其實是內卷的做法 像微博那樣的大公司 不可能選擇躺平 而選擇退市內卷這條路 是為了避免受到官方更多的監管 所謂內卷 是近幾年來中文網絡上流行的一個新造詞語 一般用來形容某個領域中發生過度競爭 導致進入了互相排擠、內耗的狀態 今年6月底海外又傳出微博正在準備私有化的消息 並指該公司可能會借殼有軸網絡在A股上市 而且可能會有各有機構參與其中